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要提的專案是 紫凱瑞妮 然後它是一個 職壓資源整合平臺 然後我是蘭如 她是鄭宇鎮 然後為什麼要做這個 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都是高中生 然後我們都有在偏鄉服務隊 就是去帶過營隊 然後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發現 五天的營隊好像真的 沒有辦法實質帶來什麼 所以我們就有了 就是要多做一些什麼的想法 然後剛好那時候 G0V來我們學校 要帶我們做專案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我們的計劃 那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 就是因為在偏鄉服務隊的過程中 就是我們發現 小孩他們在課後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在抖音上面 就是我們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目前想到的方法就是 我們會想要用 例如木曜四朝碗 它就是一個 去體驗各種職業的網路節目 然後以這種比較輕鬆有趣的影片 來吸引小孩 就是去接觸他們比較有興趣的方面 就是我們會把它分類 然後直接接觸到他們有興趣的方面 然後再來是 就是因為它是YouTube影片 所以他們如果就是多看了我們影片 可能就會比較改變他們 YouTube首頁的演算法 就是比較不會跳出那麼多 類似抖音的短影片這樣 然後就是我們也會把擠壓資源做一個匯整跟分類 就是跟木曜四朝碗的那個分類是一樣的 就是讓他們在看完影片之後 可以更深入地去接觸到一些資源 那就是可以 就是如果他們比較有目標或方向的話 在未來課內跟課外的探索都會比較方向 然後這是我們目前首頁長的樣子 然後一點進去會先有小測驗 然後目錄跟職業開始 那小測驗的方式我們是做了一個Google表單 讓小朋友可以填 然後他們填完之後就會給他們一個連結 然後導引到他們比較感興趣的職業分類 然後目錄跟職業開始則是 他們可以直接自行挑選自己想要看的職業 那我們目前的分類是比較以興趣的方式去分類 就是用剛才那個小測驗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們同樣保留著我們最一開始使用的那種方式 好的 好 我們一樣保留著我們最一開始用的那種方式 就是用政府的方式去分類 然後我們目前這兩種系統都存在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但是我們就擔心說這樣的方式 會不會讓我們整個網站變得過於的混亂 好的 好 我們就擔心說這兩種方式如果並存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它會不會看起來過於的混亂 所以我們可能會需要大家提供一些建議 所以我們今天就需要一些 就是呈現方式討論的一些建議 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剛才那個興趣小測驗的那個方向 就是我們雖然是想要弄得比較有趣一點點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們取出來的名字有一點奇怪 就譬如說有一個分頁呢我們是要做跟勞動有關係 然後我們就問說你喜歡勞動嗎 那這個很奇怪嘛 好 所以我們興趣小測驗的名字可能需要大家提供一些建議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有更多的資家資源的話 可以到我們那個網站裡面就是點一個表單 然後那個表單可以幫我們填一些資家資源上去 然後我們會再把這些回應整理起來 然後放在網站上面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只有想要用IG的方式宣傳 所以這個貼文走向的方面可能要想一下要怎麼樣讓小朋友 就是可能要想一下怎麼樣讓小朋友更加興趣可以點進去看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是高雄上 覺得好 好 其他建議的話就到共鳴上面 謝謝大家 我第一次聽到講這麼快還這麼清楚 超強 好 那我們就請下一組 誒 剛剛是Zannick 然後再來是Ren韋嗎 請準備 對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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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